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早上把这篮里面的那头小一点的牛卖掉了 这头大的本来那个朋友他是前天来看准备买这个大的 结果过了一晚上人家要肉的又减少了 所以要不了那么多肉 这家伙估计可以杀个300多斤 他只要200多斤肉 所以今天就把那个小的给买走了 今天卖的这头牛呢不大 700斤 卖了13500 人家直接买过去烧肉的 这个牛是自己繁育的 不是很大 和这批牛是一般大的 因为之前呢 他一个人都要大一点 到这里面打架 有三头牛 直接打他一个 当天打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看到了之后 全身在冒烟 冒了个热气 所以赶快把它隔离开了 因为那家伙太烈了 到这个栏里面应该属于最大的 不过现在可能不是了 这一头的重量估计和它也差不多 这一头也最少都有700左右了 700斤 13500 当肉牛卖的话 这个价格不算高 因为我们这边 这种土牛啊 今年最高价是卖到20 稍微差一点的 都是在19块5以上 刚刚这一头菇的话 19块钱左右 还行吧 因为毕竟才养那么长时间 除掉吃了成本的话 一头牛还可以 利润还行 因为我们这个牛啊 没有吃什么好东西 养肢成本比较低 之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购买的时候 比如说草啊之类全购买的时候 最高的成本我们一天是7块钱 因为下半年我们稻草是自己收的嘛 那只是要点油钱和人工而已 所以成本还要低 所以的话 养了一年半不到 卖了13000块钱 我个人感觉这个利润还行吧 差不多到哪里去 如果是 再养个一年 明年年底卖 那头牛的话 估计能涨到 1100到1200左右 是没问题的 可能的话 多赚个一两三块钱 毕竟你后期的养殖成本要增加不少 朋友们觉得怎么样 不知道有没有卖亏呀 没有卖产阶导 没问题 什么现在 就有这个专门